這題其實做出來的結果就是像這樣子 中間這一塊是白的,所以你可以打開這個檔案,你會發現中間這一塊是白的 是沒有 然後把它變出來 那怎麼變出來,你會發現,它這個數字是這樣的 前面這個字 這個值是從上面來的 那後面這個值的話是從這邊,然後把兩個相乘的乘七放在後面 那我 其實常常搞不清楚什麼乘數被乘數 他說上列,前面這個叫被乘數,後面叫乘數 然後兩個相乘就乘七 然後這個地方怎麼做出來 所以 另外的話呢,中間有一個這個符號 有沒有,這個乘號的話 他不是隨便用一個x,他是用什麼,用這個符號,叫什麼00d7 OK 所以你剛練習的時候,你其實可以 可以先用x來代替,可是之後你變成一定要用這個符號 他題目也要求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我們假設 我們如果先暫時不管說那個 考試的題目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要完成這件事要怎麼串接 首先的話當然第一個 等於 先打個等號 游標先放在 B4的儲存格裡面 OK 然後等於什麼 前面這個數字 有沒有 再加上一個 一個 乘號 乘號你可以先用x,等一下把它置換掉就可以 and 換接一個符號 這個符號是假設小寫的x 然後and 前面這個 這個是被乘數 然後這個是乘數 然後再等於 所以and 再一個 等於的符號 等於是這個 OK 然後再and 把兩個相乘 所以上面這個 乘什麼 乘的話是 星號 乘這個 打個勾 有沒有 就類似像這樣 那當然你如果現在 希望向下 向右一次完成的話 那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呢 你如果向下的話 老問題 就是呢 它的數字有沒有 會加1 也就是b3的3會加1變b4 問題來了 那你b4跑掉 值就不對了 然後你向右的話呢 你的那個什麼 藍數會增加 有沒有 那所以這個地方該怎麼讓它固定 不然的話會出現問題 比如說你現在向下 向下不OK 為什麼一向下之後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 這邊這個值 要變動 上面這個值不能變 所以上面這個值 理論上應該是哪一個 上面應該是b3 向下不能變 所以記得把3 有沒有 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記得喔 b3的3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那a4要不要變了 不用變 因為你向下的話 反正a4變a5 a6 有沒有 那就OK 所以 第一步請你在3的前面 加一個錢的符號 打個勾 向下填滿 好有沒有出現的 那如果向右OK嗎 向右應該現在不OK了 為什麼向右的話呢 他又變了 錯了 對不對 那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向右填滿的時候 他也要正確的話 那這個時候的話 記得喔 如果你向下是 那個數字會加1喔 可是向右的話呢 變成前面這個 B會變C C會變D 那跟列無關喔 跟前面有關喔 OK所以向右的話 那問題來了 為什麼會出錯 其實你可以分析一下 向右拉一下 錯的原因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要固定A欄嘛 有沒有 那這個 這個B要變成COK 就是說 你會發現 你向右拉的時候 這個C3OK 因為這個B會變C 這個過來沒問題 可是問題後面這個數字有問題 怎麼有問題 他應該是 固定在A4才對 可是問題他為什麼變B4呢 顯然 這個地方應該固定 可是我卻沒固定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你只要怎麼樣 把剛剛這個填滿的這個地方 向右的時候呢 記得喔 把A 兩個A有沒有 前面加前的符號 因為我向右拉 A不能變 有沒有 所以A前面加前的符號 打個勾 這個時候的話 把它向再次 向下 向右 這樣子 久久 陳發表 就完成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可是 重點 我把那個重點來講一下 所以第一個 我把它倒車為區 Ctrl 字以下 Ctrl 字以下 把它恢復到 原始的 最原始的這個 第一步記得 反正你就照 原來的 上面 乘 轉移是 B3 乘上 A4 中間記得 串一個乘的符號 反正這個串接固定 應該都知道 那記得 第一步 如果你向下拉 請你把 B3 前面加前的符號 OK 如果你向下打勾之後的話 向右的時候要固定A 所以請你把A固定住 所以這個地方 A前面固定住 這樣就OK了 另外 其實還有一個小訣竅 什麼小訣竅 就是說 你只要有標題 有沒有 標題列是在第三列 標題欄 在A欄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公式裡面剛好 第三列 跟A欄 前面加前的符號 那這樣子的話 將來呢 你再向下向右就OK了 這個也是一個小訣竅啦 不過 最主要就是說 你要知道說 什麼時候要加前的符號 那這件事情 如果你搞不懂的話 以後以Sale裡面的公式 你一定會常常出錯 為什麼 你一定會向下填滿 你會向右填滿 如果你不知道哪個地方該鎖 哪個地方不該鎖的話 結果呢 一定 會錯誤 OK 請各位試試看 最後的話 記得 把他向下 向右 這樣就OK了 這個是最後的公式 應該記得起來吧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想說 請問 請大聲